DIGIMOBI 編輯日記 好 歡迎收看我們DIGIMOBI 編輯日記 那這個開場你還滿意嗎? 請給我們多點意見 眼睛已經快想不出來 好 那今天是禮拜四 大家再忍耐個一天 就可以到放假的時刻了 嗯 還不錯 昨天在節目中有為我的同事大雄 做一個真有的活動 那這些效果看起來是不怎麼樣 可能是照片選的不太對 那沒關係 所以說幫人幫到底 不成功變成人 所以我就會在節目的最後 沒錯 在最後 因為我們節目時間非常寶貴 前面不能拿來做 就是我們在最後 會一直不斷播放 更新大雄同事 這顆他的照片 直到有人為他留言為止 好 那我們馬上就進入今天的主題 今天要跟大家談一談 自動駕駛技術 跟自動駕駛車 這個話題有點太廣 我們就談一下他對我們 未來對我們生活中有些什麼影響 那還有一些其實是已經在生活中發生的事情 那這些以下文章都是我們網站上都有的 想要知道更詳細的內容的話 可以到我們的連結按下去 就可以直接到那個文章裡面去看更詳細的文章 好 那第一篇呢就是寫 寫是發表自動駕駛巴士 巴士 對我們生活中非常普遍的一個交通工具 公公車或者巴士 包含之前也發生過很多恐怖的車禍事件 那這個駕駛技術它主要也是導入類似E-Class這種半自動駕駛 它不是說就不需要駕駛公車私機駕駛在上面 還是需要公車私機駛在上面 不過它是說因為駕駛本身感到疲勞或者身體狀況 出了什麼危險狀況的時候 這個自動駕駛就可以自己來接手過來 那這個賓士的自動駕駛巴士 它是透過12支攝影機 還有一些短距離近距離的雷達來偵測 來達到這種半自動駕駛的模式 那它主要是要減輕駕駛的一個負擔 然後降低人為的疏忽造成的意外 那雖然駕駛是確實可以把手放開 但是其實還沒有到那個階段 所以駕駛還是要把手放在上面 以防萬一 那目前他們已經完成了20公里的一個測試距離 那第二邊就是達美樂Pizza的外送機器人 那它這個機器人就不像我們剛剛介紹的 那麼大的車子 它是把這個自動駕駛技術 移植到比較小的機器人上面 那機器人像是用輪子在走的 所以說它就是達美樂 這個大家也非常熟悉的那個Pizza店 所以在澳洲 它其實在去年呢 就跟一間軍用機器人的一間公司合作 已經開發出一台這一個會幫人 幫公司送Pizza的一個機器人 那這機器人主要也是靠光達 用防撞感應器來雷達 還有Google Map 這個Google的地圖 來做一個完成自動駕駛的任務 那原本你聽到這個新聞 也覺得可能就是在作秀 可能就是宣傳他們品牌 那確實他們也完成了首次的運送工作 達美樂公司還在跟澳洲當地已經開始溝通 他們說要做一個大規模的測試 所以說在未來呢 真的會有可能會有機器人送Pizza到人家這件事情 那另外就是人家可能會在講說 人家是不是送Pizza 外外送人員的工作會被搶走呢 那根據澳洲達美樂的執行長表示呢 除了目前他們有用電動腳踏車 用汽車 用腳踏車來運送Pizza之外 機器人只是另外一種的運送方式 所以在短時間之內還不會取代員 那未來長時間就不知道了 好 那第三則 就是大家在台灣其實蠻普遍的一個服務 就是宅機便 黑包的機便 或者各種炒白的宅機便 那這個標題就是說 不會再放你鴿子的宅機便 或是你有試用宅機便的朋友 他就是因為他們也比較趕忙 所以說有的時候會晚到 有的時候沒有出現 那有的時候可能你跟他約好時間 他說請可以跟我 你就問他說可不可以跟我一個確定的時間 他也沒有辦法確實 他給你一個時間大概就是三個鐘頭以內 那當然這也不能全部怪 宅機便公司或是駕駛 因為有很多種因素 可能是交通或是天氣 那這個在日本的一間宅機便公司 他就是在宣布要在2017年開始使用 一個全新的自動駕駛箱型車 來運送宅機便的貨物 那這使用方法就是跟你平常一樣 你是用手機APP或者是上網來訂這個東西 你可以白天在公司訂了這個東西 然後可是你跟他約時間 確實的時間 就取貨的時間 所以你可能下班七八點到家 你就約八點在哪裡 譬如在你家門口 或者你家附近的哪一個地址 那那個車子就會自動開到那邊 你就自動取貨 那由於日輪法會有規定 這個無人駕駛不能自己上路 所以說到時候還是會有一個真人在車上 就是隨時遇到什麼狀況他可以接手過來 那未來這種方式可能慢慢引進 就是到無人駕駛的狀態了 那少了人為上面的舒適 或許是在時間上面 或者是運送上面會比較快一點 我們也不確定 那我們就看看未來的發展如何 那停車這件事情在都會中 對一些新手駕駛或者是 就算你駕駛間非常豐富 你帶了一些比較窄小很難停的停車場 也是非常煩惱的一件事情 那現在在中國其實已經有開發出一種機器人 可以幫你停車機器人 它其實是類似就是一個鐵盤 然後下面有輪子 那裡面當然有電腦系統 作動方式就是 它的這個系統會開到你車子的下方 把你車撐起來 然後你人下車 它會把你車運送到你該停的位置 那這個系統的好處就是它在兩分鐘之內 就是你下車之後兩分鐘之內 它就可以把車停好 而且它可以做一個360度的旋轉 所以說你載小 一般人要停很久的空間 停車位 它是一下子就可以停進去 而且是非常精準的 在這樣的狀況下 它除了可以減少駕駛人的負擔之外 它還可以節省了停車場 大概20%到40%的空間 這機器人其實在今年10月 就要在南京開始運作 提供這個服務了 那到時候我們也可以做一些相關的報導 好 那最後來談一個新聞 它的標籍就是 你上GTR 你上GTR 也要加入傳說啦 要加入自動駕駛系統 那這有什麼好處呢 它原本這台車 就被人家嫌了說 太多電子系統在裡面 感覺好像沒有一般 純中討車那麼好玩 那我不知道 我自己實際開過之後 覺得這個車是 其實非常的好玩 第一它的渦輪加速性 加配合它的四輪傳送系統 這加速0到100 或者是再加速都非常的兇猛 那再來就是它的整個操控 抓電力非常的強 這台鐵道車黏在地上過去 那當然 跟一般的 比較少這種電子系統的跑車來講 確實是少了一些不同的趣味 但我覺得它還是有另外一種的駕駛樂趣 因為它的價格是一般我們入門跑車 像一代一這種入門跑車的一半而已 但是給你的一個加速感 一個性能 卻是差不多 甚至超越那些車子的 好 那我們先回到主題 就是自動駕駛 就是傳聞中呢 尼桑GTR這台東領戰神 新世代東領戰神 要加入了自動駕駛的一個系統進去 那根據尼桑產品規劃部總裁 他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就跟大家說不用擔心這件事情 因為他本身就是一個非常愛駕駛 一個非常愛車的人士 所以就算加入了這些新的自動駕駛 他說輔助系統 也不會減少人跟車之間的一個隔隔感 不會產生這種 比之前會 可能有人嫌說沒有很直接的這種感覺 他說不會有這樣的狀態 那大家估計呢 大概就是他會有更多的一些輔助系統 那包含你在賽道上面的時候 他會告訴你 提醒你 或者是介入 告訴你什麼時候煞車 什麼時候該補油 然後正確的路線 他會調整你的轉向 那其實 我們希望啦 他還是能把這個系統關掉 因為你開起來的時候 就是做學習這些路線 這些煞車點 還有出彎的一個補油動作 等你學習好的時候 你再把它關掉 其實這個系統其實也不錯 就等於有一個你的專門的一個駕駛 隨時都在車上教導你怎麼樣開車 怎麼樣在一個賽道上面 跑出一個更好的成績 你說是不是 好 那就是今天我們為您介紹的五則 我們網站上有關自動駕駛新聞 我們還有更多類似的新聞 你說覺得這個段也還不錯 我們在未來節目中 還會給大家介紹更多有趣的新聞 那或者你對於自動駕駛 或者是我們之前報了過的內容 有什麼問題的話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 那又到了我們非常期待的時刻 就是大熊的照片秀 今天照片還喜歡嗎 好那我們明天見